所以冠军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 就算掉下一只器械 还可以登上冠军的领奖台 我们来欣赏那层航平的单杠 它的特点是有大空翻 但是连接会少一点 第一个空翻 虚体的科瓦特斯 一组难度 跟正涛五百四成柳 又是一个一组 中川三百六 接并退马凯洛夫 不错 零点二的连接成立 跟反偷 下面再来一次 第一组的科瓦特斯过了 决赛这个动作掉下来了 炫空翻也成了 也成了 太厉害了 他很完美了 他完成了四次的大空翻 这样这个全能冠军就更有价值了 因为他没有一项的失误 只有这个高分 下巴还很完美 那层航平创造了日本体操界的历史 成为了第一位获得 连续三年获得 男子个人全能世界冠军的选手 看到他的对手博一也衷心的为他喝彩 因为他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零失误 而且用套套高质量的动作 获得了最终的金牌 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的失误 拿到金牌的 含金量更高吧 对 因为从男子全能的格局来看 内通行平是独树一支 跟其他选手 领先于其他选手比较多 因为他的低分就很高 这样呢 其他选手 想超越他是非常困难 我们看在前五轮 他没有一项失误 都在15分以上 领先第二名的选手都在2.5分以上 我们掉下 掉下期间是1分 掉两次都够了 所以说他这个是 今天又完成了这么完美 下巴还空翻的高度 下巴的落地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全能冠军 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是的 如果虽然我们刚才说 领先别人前五轮两分 掉两次都能拿金牌 但是如果是出现了失误 拿到金牌 他毕竟他的这个橙色 不如现在那么纯 是 93.631 连续三年获得 男子格人全能世界冠军 我们祝贺他 内存航庭 89 商量的 将他进行 帮助